那万一未来的老婆就是接了一部戏 然后你也接了一部戏 然后有小孩怎么办 等一下你这样的设定 设定就是祝福你的设定 所以我以前的分手 你要分手 影片开始之前别忘了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欢迎收看波波陪审团 男女关系不脑团 好尴尬 要求来宾帮我讲的 我们今天邀请到非常特别的陪审团来宾 我们先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许姬 大家好 我是吴康仁 大家好 我是刘荣佳 大家好 我是许姬 你也有演是吗 那这次大家是不是有带来一个新作品 叫做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 在2月10号即将上映 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有一个特别的抽奖活动 只要订阅波波带力 然后看完影片以后在下面留言 我们就抽15组的 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的电影特应票哦 好 那我们这个计划呢 我们要透过理性的沟通与和平的讨论 来为大家解惠先男女之间的问题 就是我等一下会念一个网友来信的疑惑 那我念完之后呢 我们的陪审团就会举牌圈叉看他们能不能接受 再来呢 我们就会进行一场和平的辩论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M小姐跟男友交往七八年了 感情稳定也想结婚定下来 但男友突然决定放弃原本收入不错的工作 为了不切实际的梦想创业 甚至连结婚基金都需要拿去投资 请问陪审团 M小姐应该继续支持她 还是放弃多年的感情离开呢 那支持帮我举圈 如果不要支持就举她 3 2 1 请举牌 诶 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 中间吗 对 好恐怖喔 刚刚又是突然被站到 我觉得30岁是一个 就是搞砸了 他有一定的机会重来 如果他有办法把他的想法 转达给他的另外一半 那他理解说他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的时候 应该试着去了解他 支持他 人生当中要做出很多正确道路的选择是很难的 而且是要找到自己有乐趣的事情 更难上加难 因为我觉得就是男生如果都把结婚基金补上去 那我就觉得说 男生是不是没有把握 放在他的人生篮图上 那如果失败了就办 我还有这个七八年可以去补吗 如果他创意失败你就不想跟他结婚 就是觉得没有办法成成的家庭 所以我会选择分手 你要分手 不好意思 我加一个 如果是吴康仁 那也不吃你 所以还是看人 我觉得其实就是信念的问题 就是如果呢 女生是相信男友的话 那你就让他放手去做 你就跟他一起闯 但如果其实你心里面是 你觉得你不肯成功 抱着这种不看好 他最后就是会呈现不看好 所以如果你既然要跟他结婚 那你就全然的相信他 那如果你要跟他分手 那你就是断得干净 然后也不要他之后成功了 你再后悔 历史上面伟大的女性 多半都是黑着他的另外一半 他苦撑到 通常就后来就会离婚了 那他都会有小三 对啊 那是不是有蛮高的赛养 对 没有七八年可以去等 你不知道会惩罚你失败 如果对你七八年 可能女生也三十几岁 女生还是会有这样的压力的 因为那个是生理上的压力 那已经不是心理上 就是如果真的是想要生小孩的女生 可能要在某一个岁数之前 完成这件事情 不然那个代谢变差以后 就是回不来了 不是说胶原蛋白 对对对 这是卵子的问题 不是说生下来会把一堆 家人蛋白生掉吗 对 都分给他 还有钱 问他就知道了 对对 生了几个 两个 两个是不是 那你们那时候都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有啊 硬梦啊 硬梦啊 第一胎的时候第一部嘛 第二胎的时候 第二胎的时候第二部 是第一部 你都要这样扛啊 可是你都拍了也生了啊 你没有觉得啊 不是是老婆的立场 对 因为是她在苦 最后都是她比较委屈的 对 那在这边有没有什么话想 跟老婆谈会 我两个礼拜前跟我老婆吵了一架 然后吵架的内容就跟电影的台词有点重叠 反正那天的状况就是 我在最后的电影梦 然后她都要负责雇两个小孩 就是因为她一直在讲她的不愉快 她的委屈 她的压力 但相对的我也是 那我呢 然后她就说 你有发现吗 每次吵架 我最后就说那我呢 就是你 哭哭 可是我的认为是 我已经把你们家弄得差不多差不多 我没有偷懒 不管是经济上 我这好常听到对白哦 一旁都会觉得 那我做的还不够吗 可是你想 如果老婆也是在工作 她的牺牲超大 她又要工作又要顾小孩 但那我认识 我把洗碗筋 Stay好 什么意思 放在那里 请问这件事 大家觉得OK吗 三二一请自拍 我认真觉得我要翻版 真的翻版 我翻白眼 洗碗筋 好那我们今天就请到老婆来 道歉 好那我们就是这里讨论下来的结论 就是看你信不信任对方 信任对方的话 其他做什么你都会支持他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 我们小时候常听到 人一梦想很伟大 可是在梦想的面前 两性关系 情侣伴侣 跟未来的生活放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很难去做你的平衡的 因为你的梦想是你自己的 那两人结了婚以后 有了家庭有了小孩 那又变成是两人的梦想 会不再是平衡时空 会纠结在一起 怎么样在家庭之间 然后你还可以去做到 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你的另外一半 那个旁边的陪伴 那支持是非常重要 那万一未来的老婆 就是接了一部戏 然后你也接了一部戏 然后但同时 然后有小孩怎么办 等一下你这样有设定 设定就是祝福你的设定 因为我是主持人啊 这样我照顾小孩 真的假的 李安的戏 很感人耶 作为很多艺人朋友 也有看到类似的事情 我觉得他的另外一半 都相对都很对待 所以李安导演不好意思 他怎么会拒绝的气啊 这一次呢 就是先跟李安导演说说抱歉 好第二题是 Q小姐说 他跟A男是从高中就认识的好朋友 两人相处就像好哥们一样 也都各自有过对象 但目前是恢复单身 他最近才发现 自己好像喜欢上A男了 想确认对方的感情 又担心告白失败 可能连朋友都当不成 请问陪审团们觉得他应该告白吗 321 请举牌 圈叉圈圈 只要你选不要耶 若是我啦 我本身会忍不住告白 但你绝对会做好就是 大家就再也不用做朋友 我的经验是 只要我的好朋友跟我告白的男生 我就这辈子都不会再跟他联络了 真的假的 还继续跟你做朋友的话 你可能会越来越喜欢我啊 我会害你没有办法 解脱这件事情 不会觉得我害了你 你这样就失去一个好朋友耶 没关系还有其他好朋友 那如果反正你告白 然后你的男性好友拒绝你 你也是不会再有任何关联系 我觉得我会死缠烂打 那因为我以前以为我不会 但是我曾经某一段 我竟然做出了类似死缠烂打的事情 我以为我就是对很帅 但其实没有 纠缠了一两年 自己心死了 就赶快交新的男朋友 我是觉得如果我有那个感觉 那就要讲出来 因为我也舒服 对方我舒服 对方我照片 就是当我有这想法说 其实我们终于不是朋友 那我就跟他讲清楚 说不定有机会被男朋友啊 觉得就是给自己自己心 不要让自己一直有那个 依反战的原因 赞成 只有我打茶 对你说不要告白 我自己也有遇过啊 把朋友关系搞的啊 可是你当下怎么hold得住 可是我觉得我损失了那个朋友 试过境迁之后我心里很必须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 很冲动的射手座 所以我是一个 有感觉我一定会说的 那段隐藏 因为我觉得射手座的爱情 我不是零就是一百 但是我真的喜欢我 他就会说你怎么突然这么爱我 其实不是 是一直都有 只不过我没有说 只是当我行动的时候 他就觉得那个东西太满 然后我又不懂得收手 不懂得那个力道 然后他就会弹开 弹开以后就觉得手伤 就是啊 搞砸 但我认为横数都会搞砸的 你就算人 你也没办法就像他说的 你已经不是他的朋友了 他如果将男朋友 他结婚或他谈恋爱或什么 你永远是用一个 比较没办法中立的角色去 当他的好朋友 那你们中间当朋友的时候 到底在干什么 还没发现自己那么喜欢呢 你们会对他有性幻想吗 我觉得你喜欢一个人 如果没有性幻想的话 那就是当朋友 我觉得用这个可以测试的方法 如果 对 就是你幻想跟他接吻 你会觉得 那就表示 你们不能当男朋友 但你幻想可以哦 就也许可以变男朋友 对 以前都用这个当标准 肉体当标准 不是 股主持人自己说出来 结婚而已 这是一个 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这个人的标准 我想帮我看看你讲话 想要告白的话 有点像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 因为如果你告白的话 不只是你跟他当成朋友 人家也跟你当不成人 所以如果你一厢情愿的告白 人家如果还想要你这个朋友 那换他的立场尴尬 我觉得是一个贴心的 没有没有要管他 万一他在等我告白呢 也许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恋情在等我 他在等你告白 哎呀 那时候不会那么客观了啦 这一题进来看这部片就知道了 结论就是 我们电影中介绍 那我们想延伸问有问题 就是如果今天换座是 你们是被告白的那个人 你的多年好有跟你告白了 你的确就是很喜欢这个朋友 但你对他没有感情上的喜欢 你们会觉得 没有办法再跟他当朋友吗 所以你刚刚其实 对 我刚刚其实回答了 对 你有不当朋友 我好像没办法 超级漂亮哦 那我们就会拒绝 导播有听到吗 没有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很干净 继续维持这样 所以就都不要 我觉得就是我不会跟他做朋友 桌上你喜欢这个人 你会幻想跟他有什么未来 我会想说 那我们先冷静 可能一两个月 然后我们之后再看客机当朋友 怎么冷静 我就喜欢你了 怎么办 好可怕 好可怕 跑路追求者 你会继续当朋友吗 如果真的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真的很难 继续当朋友 对啊 我跟你是一样的观点 他又没有做错什么事 嗯 他又没有做错什么事 那我觉得只能变成 另外一种变相的跟他沟通 就是说有些事情是不可能 好残酷 但是你就是很珍惜这些朋友关系 但万一他就为你就是20年都没有 谈恋爱等你呢 我应该会跟到最后一刻 如果他走火路里 他就走 但是在那个状态下 你已经没办法跟他无话不谈 这个就变职啦 你要聊那个你就发现 天啊 他 不要那个 那我呢 这个女孩好正 你看他胸膀好大 你却没有放人 可是我觉得我是会 反而我会对对方有一种愧疚感 我会觉得他对我有一个喜欢 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回馈他什么 我觉得我更不能 这样就消失在他人生里 天啊 因为我觉得我很重感情 我会舍不得就这样失去这个朋友 可是你们的感情已经变职了 但我觉得我可以把它hold回来 然后我会还想 我会谁一直做 就执名越躲越好 没有啦 没有啦 我刚才就讲出来了 没有啦就是觉得说 其实就是人跟人的关系 就是很值得珍惜的 我消失不代表他就一定就解脱啊 好 那我们今天这题试试到这边 那我们最后就先到宣传看 我饰演贝佳 我就是一个算是千金小姐 然后我应该也算是一个为了 想要结婚 为了想要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家 我觉得我可以牺牲很多的人 然后但其实在过程当中 是不快乐的 奥在我没有谈的这场电话里面 饰演的是男子雅 男子雅呢 是一个有点胖胖的人 哈哈哈 只能讲一些外形 好不好 感情观是真的非常勇敢 而且是很走在前面 他是一个喜好分明的 而且是在人跟人的感情 有一个基础之后 你把事与非分的太清楚 会很容易被人说是无情 或者说 难道以前的开心 现在就可以断得这么干净 男子雅就是这样的人 他觉得没有办法继续 那我们就必须做个了断 他觉得那个不爱了 他就觉得他 那个热情没来 他就会 不要了 他的理念就是觉得说 他也不伤害你 不浪费你时间 那我也不浪费我自己的时间 所以画得干干净净 然后你去过你的生活吧 那我去继续过我的生活 只不过 他的生活感觉上马上又可以有另外新的 然后就会让人家觉得他很差 很无情 很多情 但其实站在他的立场 他觉得他们有做错事 这是一部帮家男说话的片 对 诶 是吗 诶 听完以后乱结论 诶 这是一部告诉就是 体重有缘 我说的 原来的自信 因为我那时候拍片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很好 然后我的邻居啊 我的朋友会说话 我觉得这个基准就不一样 你这是说哪部分的基准 不是啊 这个基准就不一样 你说你知道没有鼓励到他吗 我觉得说话就不错 因为你有内涵 小说话就不错说他说没有内涵 而且他笑得开心 2月10号 拿个红包就去看吧 小年夜饭就可以出门看电影了 对 记得去戏院支持一下 保证不会失望 好的那今天的播放陪陈团 就到这边结束 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也别忘了订阅加留言抽 我没有谈刃在场面看电影特应会票 另外呢 在我们PUBGADYAPP的惊喜盒 也会加码电影特应票 迁运不好的人 但手术快的朋友赶快去下载吧 那我们播放陈团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次见咯 拜拜